今年碰到狀況其實是撞牆真的蠻嚴重的啦 那邊的人不會講英文 都講義大利文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溝通障礙 天氣真的忍到我沒有辦法去把我自己該有的水準強度給做出來 在歐洲的時候你不能夠去判斷說哪一個隊伍比較強 或是哪一個選手比較厲害 我沒辦法去分析說哪一個 因為全部對我來講都是一樣 都很強 每個都很厲害 就是很變化很大 然後相對著你自己能力沒有跟他們 沒有他們的一半的時候你很快就被淘汰 然後加上是自己的準備不足 然後比賽又摔車 等於說很多賽事我沒有辦法去完成的時候 我心裡就一直受到很大的打擊 一直碰撞 一直碰撞 就是等於說這個低潮還沒過又一個低潮來 然後又摔車一直摔車 一直摔車 摔到最後我們車隊都說 我覺得天一你下一場還是會摔車 因為你現在心經理狀況都不好 你心理狀況越不好你就越容易摔車 其實他講的沒有錯啊 你心理狀況沒有準備好 你下一場比賽也不會好到哪去啊 只是他們歐洲的講話都比較直接 確實是真的很直接 我不能說什麼啊 我覺得可以接受他們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收穫最大是這七場比賽 我不敢說我自己能力提升到哪 因為選手練多少就是表現多少 我在那邊訓練沒有說很好 我自己要找路線練啊 然後又要重新去重新適應這個環境 所以我必須要花時間 開始調適的心情就是 每個人都會有好壞的時候啊 既然遇到了 就至少我經歷過這些